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把九岁女儿的皮球收了起来 丈夫又来一信 发现的邮局与上一封不同 不要叫孩子穿皮鞋上学 我听到皮鞋声了 那声音践踏我的心 她把女儿的皮鞋换成一双软软的粘拖鞋 女儿不禁哭着上学去了 丈夫又寄信来了 与第二封信相隔一月 自己令人觉得突然显得苍老 不要叫孩子用瓷碗吃饭 我听到瓷碗响了 那声音割碎我的心 她像事后三岁孩子似的 用筷子喂女儿吃饭 想起女儿三岁时 丈夫坐在身旁 其乐融融的情景 女儿尽自从碗厨取出饭碗 她一把夺过来 使劲摔在院里的点井石上 丈夫的心发出破碎的声音 她抖得两枚倒树 把自己的饭碗也摔了 不知这是不是丈夫心脏破裂的声音 她把饭桌也踢到院子里 这声音呢 她身子撞到墙上 拳头连连锤打着 接着又像长枪似的冲向纸拉门 摔倒在门对面 这又是什么声音 妈 妈 妈 女儿哭着赶了过来 她啪的一记耳光打了过去 哦 让你听这声音 如同回声似的 丈夫又来信了 信是达远处一个新地方寄来的 你们不要弄出一点声响来 也不要开门 关门 不要窜气 家里的时钟也不许想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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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 她喃喃地念着 巴达巴达地落泪 于是 一切声音都归既然 哪怕些微声响 也永远不会有了 母女俩竟双双死去了 说来也怪 她丈夫也病诊 死在身旁